PVT想跟大家打个招呼,这是下午的新闻 李现的梦中情人,细节上和电影差不多,但是杨子有机会吗? 在接受采访时,密之由于李现指出了自己的完美女友类型 热心网友开始追查她之前在电影中与杨子的约会 可以说,这个夏天,李现是社交网络上最著名的男明星之一 在与杨子合作的电影《末堂》中,演员一炮而红,成为了数百名少女的梦中情人 很多粉丝都对李现的完美女友充满好奇 而近日,李现在接受采访时也坦诚分享了这件事 李现说她是一个相信命运的人 然而,对她来说,性格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爱情也可以是漫长的一天 然而,男人或女人也扮演着绝对重要的角色 如果他们发现自己不合适,他们就不能在一起太久 也有一些人,一开始觉得没什么特别的,但越是在一起,越是甜蜜 总之,李现认为,相爱相守的两个人,一定要靠缘分 记者问李现,她为什么对什么类型的人一致,不管女孩是内向还是外向,只要温柔善良孝顺 看来,李现的完美女友应该是一个传统内向的模特女孩 李现的分享让爱好者发现了相似之处 影片中,男主韩双昂也在片中韩混宣称爱情是可以建立起来的东西,然后枪谈爱上了冬年 至于粉丝,传翻了 再说一次,因为,演员的理想模特显然不是姓杨的美女,其实杨子被认为是一个性格大方,性格坚强,喜欢逗朋友的女孩,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温柔 不过也有人认为,如果是天长地久的爱,杨子还是有机会的,因为他们已经合作很久了 而且,李现还说,在他眼里,杨子是一个很诚实很专业的女演员,她的性格也很适合大家 正因如此,粉丝们热切期待这对才华横溢的夫妻之间的电影般的美好结局 电影中的她傻傻可爱,但现实中的杨子却是一个坚强,有力量,爱逗朋友的女孩 然而,爱好者们仍在等待这对夫妻的长寿,一个真正的爱情故事 李现透露不知道是不是被杨子打动了,因为他是一个懂得控制自己的人 此外,他们之间的关系也非常亲密,甚至像兄弟一样,甚至在接吻的时候还咯咯地笑 谢谢大家收看PVT Express News 大家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子